我们在设计阶段之后 按了眼睛就是做预览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表单好丑 怎么长就只有这样子一个蓝色这条线 然后就是都是文字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 这个表单美化一下 看起来心情也舒服 好 我关掉预览 回到编辑阶段 我要美化一下 可以做什么美化呢 各位看到这边有个调色盘 调色盘它叫自定主题 就是可以来美化一下 怎么美化呢 首先第一个点下去 这边可以选择图片 你让你的表单上面有图片 选择图片有一种是 选它预设的 很多预设有这么多 它有分公司与学校 你也可以选插图 有这些东西 生日有这些东西 有很多可以选 或者你要上传你电脑自己拍的照片 也可以 好 然后我就直接用主题就好了 我用主题 自己挑一个 比如说 我就挑一个 这个做姜草的 都可以了 各位自己选择 我点了之后 按右下角的插入 好 你看它都帮你换成有点绿色调 来 这边打叉叉 主题选项可以关掉 有点帮你变成绿色调 我们再按眼睛一下 预览一下 哇 它长得是不是这样看起来就漂亮多了 就不会那么单调 当然你觉得不好 我想再换 没关系 这个地方可以打叉叉 再回到设计阶段 再一样调色盘 这里自定主题 然后把这以上传图片 打叉叉 重新选一个选择图片 再去挑别的 我随便再挑一个 比如说 好 假设是夜生活里面 好 这个酒杯好了 点一下 然后按插入 它又会依据你刚才选择图片 帮你配不同的颜色 OK 然后呢 选好之后 我们用眼睛预览看看 这个表单你喜不喜欢 不喜欢 再把预览打叉叉 然后再去按调色盘 自定主题 把以上传的图片 打叉换一下 选择图片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然后按插入 它又换一个 然后你可以再预览 看看状况 是不是你喜欢的 好 来 我们先请各位 调一个 感觉还不错 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个 样子的表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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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